基本经营预算者年初预算数者 也是指出的是五千 看这样有错误吗 谁喝 诶 完全正确了对吧 看的就是这样啊 这个报表呢 分成了六大单独的系统 每一个系统的单独错误呢 是不影响其他系统的 是啊 那么调整预算数呢也是同理啊 我们再来看这个01表 01表它是一个总表 虽然叫总表 但实际上你看它的决算数 那决算数都是力量 都不需要你去填 这个表仅仅统计的是年初预算数和调整预算数 这个表呢非常两大系列 一个呢是年初预算数 一个是调整预算数 这两个系统呢是分别独立的 一个系统错误 不会以前另一个 它进行的呢也是年初数加收入数等于 按公民科目的支出数和按支出限制的支出数 啊都是这个公式 这个表呢再给大家讲一个一个知识点了 就是调整预算数 什么叫调整预算数呢 它指的是你调整后的预算数 比如说你每年呢都会有这个年初报预算 年终呢还会调整预算 年后收回指标之后啊 最后的那个数才是你这个调整预算数 所以说呢两个中呢这个会规定 你的调整预算数呢 应该大于等于你的 结算数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就是因为你没有预算不支出吧 所以说你的支出数呢 这个肯定是要小于你的预算数的呀 对吧 小于或者等于啊等于也没问题 那么这个收入数呢 是应该等于这个实际收入数的啊 年末的这个减转结余呢 这呢等于是0 因为你是预算数 不会预议到年末的减转结余 那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啊 不演示啊 因为这刚才的演示已经比较多了啊 记住这个公式啊 就行啊 啊 啊 是啊 啊 是啊 なんか